TouchWiz 4.0 這個介面應該大家非常熟悉 就是在我們MWC有獲獎的S2 它也是操作介面是TouchWiz 4.0 所以在這個中間手機其實都是搭載我們最高規格的配備 在Galaxy S Plus手機裡面 那當然剛剛還有很多的一些功能 就是我們在介紹ChartOn這個功能 那我這邊的話也準備了一個ChartOn的一些使用的情境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到下一頁嗎 那首先呢剛剛其實WanWan小姐有幫我們介紹過 ChartOn它除了基本的一些文字的溝通是沒有問題的 那還有呢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群組型的溝通 文字